老游时谈,大家好,我是老游 关注美国总统大选 每日关注,每日分析 今天我们来谈三个话题 第一,昨晚的副总统辩论 到底谁赢了 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市场的反馈 尤其是博彩市场的看法 第二个话题是码头工人大罢工 会不会对美国的油价产生影响 在大雪前夕,稳定油价是当前政府最重要的任务 不过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 内有大罢工,外有伊朗和以色列的战争 这个局面对执政党候选人哈里斯的选情非常不利 一会儿我们来详细分析 第三个话题,说最近有一份民调 说哈里斯在经济问题上比川普更受欢迎 也不知道这份民调是谁做的 都是对哪些人做的 一会儿我们来分析一下 看一看到底哈里斯的哪些政策比川普更受欢迎 在谈论今天的话题之前 请新来的朋友订阅关注本频道 也希望老朋友们多点赞多留言 如果您觉得这个节目还可以 请您转发给您的朋友 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感谢您的支持 昨晚的副总统辩论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精彩的 我感觉万斯和沃尔兹的辩论 比川普和哈里斯的口水战更有内容 更像是一场辩论 其实真正的辩论应该就是这样的 应该是理性的 是尊重的 观点可以犀利 但言辞应该礼貌 否则辩论就失去了它的本质的意义 对于昨晚的那场副总统辩论 很多人看完之后 普遍认为万斯和沃尔兹都比较绅士 在逻辑和思维上也比川普和哈里斯更严谨 更缜密 整体来说 看这两个人的辩论 你可以清晰的捕捉到他俩试图表达的观点 各自阐述的内容都在问题的周边 都围绕着问题在那讲 而川普和哈里斯让人看的感觉就是比较累 总是出现答非所问的情况 就像你写文章一样 川哈辩论就像一篇流水帐 而万斯和沃尔兹的辩论 更像是一篇有刚有据的完整的文章 尤其是万斯的表现 论据充足 逻辑清晰 非常精彩 假如川普今年要是能够当选的话 我觉得万斯接替川普 争取下一届总统的可能性很大 未来可期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对这场辩论的反馈 首先是这场辩论的主办方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在辩论结束后不久 就发布了一份观察员的快速民调 据民调显示 42%的受访者认为万斯获胜 41%认为沃尔兹占优势 另外17%的受访者认为双方平局 因此以CBS的民调来看 共和党候选人万斯以微弱优势 击败民主党对手沃尔兹 另外CNN也发布了变后观众的即时民调 结果是51%认为万斯获胜 49%认为沃尔兹获胜 51%比49万斯显胜沃尔兹 这就不错了 在CNN还能够显胜 那要是换成福克斯 那肯定是大胜了 另外根据Political的即时民调显示 这两人的辩论占局持平 受访者认可度各占50% 这是民调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博彩市场的反应 首先是加密货币博彩平台Polymarket 该公司认为在辩论后 73%的买家判定万斯是赢家 而判定沃尔兹是赢家的 却只有27% 很明显在博彩市场万斯赢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 副总统辩论的一些市场反馈 那么至于这个辩论的具体内容 在这儿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有兴趣大家可以自己去网上看 昨天美国东岸及墨西哥湾沿岸的 港口码头工人已经展开了罢工运动 罢工仅一天时间 目前已经影响了美国的数十个港口 据分析认为 如果这场罢工得不到迅速解决 它的影响可能会波及能源行业 据业内人士分析 说如果是短时间的罢工 不会影响能源的进出口 因为这些操作都由其他工人负责 但如果罢工持续 一旦供应链受到影响 那么能源也会随之遭受影响 根据骨牌效应 如果罢工持续 那么市场就会出现严重的货运中断 产品短缺等状况 而随之传导的就是需求遭受冲击 因为罢工导致的供应链受阻 可能会使工厂因此而停工 比如原材料 零配件都在集装箱里 供应链一旦受阻 那么这些工厂可能也就无法开工了 而工厂的关闭 随之传导的就是市场对石油需求的减少 而需求不足 随之传导的可能就是经济衰退 对股市可能都会发生影响 而经济一旦出现衰退 它又会进一步抑制需求 所以港口罢工的影响 绝不仅仅是码头集装箱里的货物 连锁效应非常大 当然对于一些食品行业的打击 那可能就更大了 如果罢工持续 那么滞留在集装箱里的货物 那些食品可能就会变质或腐烂 所以这对一些中小企业来说 可能是致命的打击 有可能这一场罢工就会让很多小企业关门倒闭 现在资方已经同意在新合约中涨薪50% 但是工会方面不接受 他们要求资方应在六年内加薪77% 据《每日邮报》报道 说国际码头工人协会的成员 现在的基本年薪大约是8万1千美元 但有些成员通过大量加班 每年可赚取高于20万美元的年薪 而加薪77%也就意味着 他们的年薪将从8万1千120美元增长到14万3千5百20美元 据该工会主席叫哈罗德·达格特表示 这是弥补通胀和多年来小伏加薪所必须的条款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按照这个年薪来说 这些工人的工资应该不低 但为什么在相对不低的工资条件下 工人还是不满目前的工资条件呢 这里面最大的祸首应该就是通胀 而通胀的最大问题制造者 或者说抑制通胀不利的最大责任方是谁 那就是拜登政府 而现在拜登不仅不去灭火 不去救火 而且还在一旁使劲的山峰 拿一把扇子在那扇 说白宫以明确表态 支持港口工人把工 昨晚拜登在推特上发帖 说自疫情爆发以来 码头工人冒着风险维持港口开放 外国远洋运输公司获得了创纪录的利润 现在是时候让这些远洋运输公司 提供一份有利且公平的合同 以反映国际码头工人协会的工人 对我们经济的贡献 以及他们创纪录的利润 另外白宫表示 拜登指示其团队监视 可能使外国远洋运输公司 受益的价格欺诈活动 最好一棍子把资本家全都打死了 这样大家都一了百了 如果资方满足了劳方要求 大家可以看涨薪77% 然后停止装运自动化 那么港口产业估计也就完蛋了 反正现在拜登就是个看热闹的 现在最不嫌势大的就是这个拜老头 因为多大的事对他都没什么影响 所以他现在完全可以在那煽风点火 最后把这场罢工 又给删成黑命贵那样的全国运动 然后那些不要脸的政客 又集体下跪 这些事情民主党又不是没干过 现在联邦政府要是不干预这起罢工事件 我认为暂时应该停息不了 如果罢工持续下去 不仅对美国经济 对油价物价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同时也可能会陆续发生暴力冲突 昨天罢工才第一天 在巴尔迪摩就已经出现了第一起暴力事件 据一名港口的垃圾搬运工 他叫罗宾向媒体讲述 说当时他试图进入港口 但遭到了罢工人员的袭击 他们冲进罗宾的卡车 砸碎了他的挡风玻璃 并割伤了他的脸 他说我来这里工作已经有七年了 我负责将这里的垃圾和杂物运到巴尔迪摩港 周二午夜过后不久 罢工的工人们就开始在巴尔迪摩的港口进行纠察 试图阻止卡车进入该地区 我估计这些工人应该把他当成了卡车司机了 以为他是去运货的 估计是 据现场工会成员报告说 罗宾的卡车与抗议者相撞 随后抗议者蜂拥而至 包围了他的车 受伤的司机后来得到了救护人员的帮助 并向警方讲述了冲突情况 警方让他回去 而在社交媒体上 工会支持者抨击这位垃圾轻运工 说他是一位工贼 并指责警察反工人 与此同时 在网上也有人指责罢工者 提出不合理要求 并阻止工人进入港口 来 大家看到了吧 冲突的苗头 是不是已经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了 每一场大火 都是由一个小火苗引发的 所以如果联邦政府不干预 不出手 这件事情后续难料 而这起事件的扩大 对于目前的选情来说 肯定是不利于哈里斯的 所以拜登不出手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作 这是在变相的帮助川普 当然更多的真正的目的 应该是这个老头在退休之前 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是变相其实在帮川普 尽管现在美国的多个商业团体 包括美国建筑和承包商协会 全国批发分销商协会 全国零售联合会 全国制造商协会 美国商会等多个团体 都在呼吁拜登对罢工进行干预 敦促拜登利用塔夫托哈特利法案 赋予总统的权力 对罢工进行强制干预 暂时恢复港口营运 但是人家拜登同志说了 不干预 白宫支持工人罢工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的油价 虽然说罢工对美国油价的冲击 不是那么直接 或者说没那么快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谁能想到 在美国国内 码头工人举行罢工的当天 在中东 伊朗竟然向以色列放弃了烟花 据以色列军方称 伊朗在周二晚间 向以色列发射了 约180枚弹道导弹 据能源网站石油价格报道 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射导弹的前一天 受袭击传言的影响 油价已经出现上涨 今天上午 刚才我去看了一下油价 美东时间10点 西德克萨斯中制原油交易价格 上涨2.91% 每桶价格为71.86美元 布伦特原油也出现了大幅上涨 涨了2.66% 交易价格为每桶75.52美元 而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场战火似乎正在蔓延 昨天导弹袭击发生后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记者表示 美国海军驱逐舰加入了以色列的行列 击落了来袭的导弹 而就在袭击发生的前一天 五角大楼表示 美国将向该地区派遣数千名美军 目前该地区已有约4万名美军驻扎 对此拜登昨天回应 说美国军方积极支持以色列的防御 毫无疑问 美国全力全力全力支持以色列 三全力支持 看来美国正在卷入中东的这场日渐扩大的战争 拜登老同志 就嫌事情不够大呀 你们去擦屁股吧 我现在把屎拉了 现在全世界最担忧的是 以色列将对伊朗的导弹袭击发起反攻 其中最大的反应可能会集中在经济上 假如以色列对伊朗的石油工业进行轰炸 那么国际油价肯定就会大幅上涨 因为石油工业占伊朗预算的一半 不过据专家分析 说以色列应该不会对伊朗的石油设施下手 因为这样会激怒美国 说拜登政府希望在大雪前 能够将油价保持在低位 所以大家可以看吧 现在基于美国的选举形势 不管是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形势 对哈里斯来说都明显不利 如果说罢工不易快速推升油价 中东战火也不易快速推升油价 但是在罢工加战火的形势下 内外夹工 那么油价再坚挺 恐怕也难以抵挡市场的波动 而油价一旦上涨 那么对于执政党的候选人来说 那就是相当于噩耗 不过现在这些情况 对于拜登来说 都不是问题 因为今年的总统大选 跟往年的情况都不一样 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 拜登老同志是被拉下来了 如果我们换位思考 你要是在单位 你本来是个领导 被人硬生生的拉下来了 而你的原下属被推上了位 这个时候你还得帮他吹嘘 帮他助力 如果换成你 你情愿吗 如果这个人选不上 是不是正合你的心意 所以今年的十月旌旗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状况 现在还很难说 而拜登老同志 最近的各种举动 也都是让人心领意会 周一英国的《卫报》出了一份调查报告 说该报在对2122名成年人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在盲测中 当美国人看到两位候选人的政策时 绝大多数人更喜欢哈里斯的经济政策 而不是川普 另外 说由民调机构梯队洞察 于9月25号发布的 针对1005名登记选民的调查显示 哈里斯比川普更值得信赖 在经济问题上 和选民财务相关的关键问题上 哈里斯可以做得更好 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是把它当笑话看完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笑话它是怎么产生的 说《卫报》调查向受访者 提供了12项经济提案清单 其中有6项来自哈里斯 6项来自川普 并要求他们选择 他们所同意的选项 而参与调查的人并不知道 每项政策属于哪一方竞选人 骗傻子呢 不知道 结果显示 5项最受欢迎的经济政策中 有4项是哈里斯的 其中最受欢迎的 是哈里斯提出的 联邦将禁止食品价格欺诈的提案 得分是44% 另外 位列前五的其他哈里斯政策 还包括扩大儿童税收抵免 33% 为新兴小企业提供特定税收减免 33% 提高100万美元以上收入人士的 长期资本收益税 占29% 而川普提出的 学解社会保障福利税提议 在盲测中位居第二 占42% 你看啊 在经济议题的前五名中 哈里斯以4比1完胜川普 你怎么不是5比0呢 还给人家留点面子是吧 不知道 卫报的这些调查人员 是傻男还是坏 把美国人都当傻子呢 这么明显的政策的分化 谁不知道 那几个是哈里斯的 那几个是川普的 除非这卫报找到这两千多人 都是小学生 当然你把前因后果都抹去 直接让人选结果 然后呢 又找一堆贫困区的选民 也没准会出现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说民调就是个笑话 我要是现在做民调 在我们的频道中做 同样的问题 立刻就反转 川普肯定 没准5比0 赢哈里斯呢 所以啊 这就是民调 现在民调已经成了一个 鸡肋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另外啊 梯队洞察的民调显示 说48%的选民认为 哈里斯能够更好地处理生活成本问题 而川普只有45% 另外对于谁能更好地处理就业和经济问题 哈里斯占47% 川普是45% 我们下面来看一看大媒体 大机构的数据 据NPR 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跟PBS News 最近的民调显示 52%的人认为 川普比哈里斯更难处理好经济问题 哈里斯是48% 另外 路透社伊普索 于9月11号至12号进行了民调 询问受访人 哪位候选人在经济失业和就业方面做法更好 川普获得了43%的支持率 而哈里斯则是41% 虽然我觉得川普在经济问题上的得分 应该比这个要更高 但是对于左媒能够给出川普略胜的结果 那已经是非常公正了 所以民调呢 就是个笑话 但是我们的生活中 也不可缺少笑话 所以偶尔看一看民调 也是一件愉悦的事情 最后在这儿 我发起一份民调 你认为在处理经济问题上 川普和哈里斯 谁更好 请投票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真的快乐 我们一直都在迷惑什么 什么才是生命该坚守的方向 我们一直都在埋怨什么 我们一直都在埋怨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心平气和 我们一直都在埋怨什么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心中的那一边光亮 我们一直都在埋怨什么 我们一直都在埋怨什么 默然挥手已站在远方 得到失去又能怎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吻